看到我们这么一大片修剪过后的菊花末里没有 这个就是之前从小苗栽培到大盆里面的 但是好多花友都喜欢这种独本独磕的 我想着给它去做一下分盆 还有大家家里面如果有这种多本多磕的 然后也可以进行一个分盆 然后给大家大概的操作一下 然后大家如果想要这种圆盆圆土 然后这种苗子的话 你回去基本上就不用换土了 它虽然用的是松枝土 但都是营养土 然后也能生长 我准备是给它换到我们家这种土壤里面 这种土壤会长得更快一些 主要是还有营养疏松又透气 大家如果说是想要这种的话 然后我们购物车里面也有 是19块9给大家发两颗 里面有两颗的三颗的都有 苗子好一点的就一颗 苗子稍微这样的都三颗 不到家里面你可以直接给它分盆 你看根系都是还是比较饱满 比较好的比较健康的 回家分盆是简单 像我这个我就想着给它 多去掉一部分 换到我们家的土壤里面 它会长得更快一些 这样 换盆的时候一定不要换太大的 分盆的时候一定不要分太大的 因为这种修剪过后的 它对水分还有这种光灶要求 都不是很高 而且它根系你突然给它弄掉之后 它也会有一定的损伤 建议在盆土稍微干燥的时候 它会更容易就浮盆一些 你像如果干燥一点的话 它根系就没有那么脆 如果喝饱了的水的话 就像那个黄瓜一样 你咽的黄瓜是不是都可以要来回甩 然后如果是这种比较鲜活的黄瓜 是不是一败就碎 就这种分盆的时候 尽量选择在根系比较干燥的时候 然后浇水的时候去分盆 然后这样种 如果它很健康 你就不需要去很多的土 保留护心土 娘家土就可以了 像这种就很好分盆 换盆的时候一定不要换太大的 然后换太大的容易 老是积水闷根不透气 然后而且它不容易干 一句话就是干磁循环起来 然后之后才能生长越快 还是很简单的一个操作 换土的话 那个疏松透气 然后有机制含量高 就可以 另外埋的时候 尽量跟之前磁平就行了 一定一定不要给它埋太深了 很简单 就这样 等到下次开花 大概有一个月了吧 然后因为这样你是抽掉它的根系了 然后它会有一点的时间瓦苗 然后回去之后也就是换完盆之后浇透水 浇透水完了之后 也不要立马的去给它阳光底下曝晒 先散射光 等它长出来 第一个小分子小彻芽 你就可以直接阳光给它曝晒 到时候就可以一个月付两次花 开花很好看 然后这个是一个菊花的茉莉王 开花又大 开花又香 而且它比虎铜茉莉实在是好养很多很多 建议大家现在入手比较合适 如果说我养出来像这么一颗 这么一小颗也得卖十几块钱 现在入手比较合适 我家可以做分盆 非常非常好养 我们都有很多茉莉的一些养护 对 种盆的时候千万不要种太深 这个土可以用 回到家的时候也可以直接就这么养就行 也没有说这个土不好 只是它在这个土长得会比较慢一些 换到老花一家这个土会长得更快一些 你看是不是操作起来非常简单 这样三本就分好了 到明年的时候就可以长成一家轮的模样了 很合适 然后这种的数量不多 我也是准备拿来去繁殖成这样子的 然后到时候读本读科的茉莉杆棒棒糖 到明年春天的时候才出货 至少出十几块钱 但是呢 大家不如现在入手 十九块九给你们发两颗 里面可都是五到六颗呀 回家自己慢慢养 而且今年就能复花就能开花 它长出一个车牙来就能复花 比较合适 感兴趣的话又可以试一试 而且也不是普通的茉莉 数量不多 喜欢的话又可以在下方购物车购买 拜拜